每天跟我学生词,学科。 课程,课程,必修课,必修课。 询修课,询修课。 基础课,基础课。 课外活动,课外活动。 作业,作业。 成绩,成绩。 学分,学分。 写作,写作。 体育教育。 体育教育。 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 社会学科。 社会学科。 欧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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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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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 经济学。 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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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论 辩论 乐队 乐队 戏剧 戏剧 形象 艺术 形象艺术 数学分析 数学分析 统计学 统计学 科学 科学 生物学 生物学 化学 化学 物理学 物理学 环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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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学 计算机学 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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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大家来练习一个AP的conversation练习 请大家准备好回答六个问题 chapter 5 speaking skills speaking practice you will participate in several conversations each conversation is about a specific topic after listening to each question pause your cd player and respond to that question allow yourself 20 seconds to respond then press the play button to continue on to the next question topic 1 you will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a new student about th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offered at your school she will ask you six questions 1 你好 我叫孙梁 请问你这个学期一共上几门课 2 你每天什么时间上课 2 你最喜欢的课是哪一门 最不喜欢的呢 4 你们学校有哪些课外活动 4 5 你们学校有哪些俱乐部 5 6 加入俱乐部 应该怎么申请 6 6 我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些问题 问 你好 你好 我叫孙梁 请问你这个学期一共上几门课 答 你好 我是Cindy 这个学期我一共上八门课 大家注意了 如果问题中他问 你好 我叫孙梁 那么你也要先问候对方 所以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所以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首先要说你好 我是谁谁谁 第二个问题 问 你每天什么时间上课 答 我每天从早上八点开始上课 下午三点半放学 一天要上七个小时的课 这个问题你可以要介绍自己从早上几点开始上课 然后呢 下午节目